白宮新聞秘書斯派賽還確認川普政府計劃就兩名聯邦法官阻止執行針對六個穆斯林為主國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決是提出上訴 在星期四和白宮記者的每日通報會上斯派賽聲稱這些裁決是有瑕疵並且確認白宮計劃是上訴 川普總統誓言如有必要將會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 該禁令本來應該是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時候的午夜生效 但兩個州聯邦法庭發出臨時限制令暫停執行總統再度試圖落實的旅行限令 限制來自以穆斯林為主國家的人進入美國